我奉勸你各位 就是要吃鱸魚的話 家樂福就有賣了 不要去想說什麼釣野爐啦 如果說家樂福賣的話 一隻大概一百塊上下 那去養殖場買活的鱸魚 一斤也大概一百七而已 那真的不行 你也不知道去哪裡買 可以到那個北宜18K 或者是智山釣蝦場裡面 都有鱸魚可以給你釣 三個小時兩千多塊 你可以釣個七隻八隻 差不多這樣子吧 平行起來一隻也大概三百多塊 你跟老闆買也是這個價錢 千萬不要跑去什麼 魚拓北新店這種地方 絕對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 為什麼咧 一開始只是買了一顆 Andalus DC MD 什麼叫MD Monster Drive 反正就是叫大物用的啦 然後DC就是捲線器 Andalus DC MD 好 一開始只是買這顆捲線器 然後要搭配一隻好用的釣竿 所以就買了熔光的MH 這樣看不到 看到了 熔光的MH 那發現這樣子只能拋大哥的耳 之後怎麼辦呢 那就再買了一隻熔光的ML 打架打架了 再買了一隻熔光的ML 然後配煤彈 然後想說這樣子 雖然沒有DC 不過小烏龜的拋頭技巧 我還是會的可以可以 接下來會覺得說 好我拋大一點的東西 要不大不小 那也十來一顆的東西 MD丟不出去 所以就買了21年的Andalus 也是DC 然後那就是它沒有那麼 MD那麼大的 在拋頭上的主力的干擾 那這隻桿子是 魚拓他們自己家 世界名牌 世界名牌的魚拓的釣竿 沒有釣竿 反正就拿來後面釣 隨便釣 要更精細的釣竿怎麼辦 哎唷哎唷 這隻是熔光SUL系列 然後配戴瓦EXIST的絕線器 這顆絕線器兩萬四五六吧 我也不知道 然後又一隻熔光 啊對了手感 很要求 會希望說 鋼尾可以很敏 鋼尾可以很舒服 所以這隻是熔光的SUL系列 然後再買了一顆 22年的Stella 2000 SHG 這樣子總共花了多少錢 嗯我不敢算我不敢算 所以要吃魚 去買就好 千萬不要跑去魚拓北心 就這樣